我是鐵人夢想家 吳辰泰 我的夢想就是去參加奧運 因為目前台灣在鐵人三項這個項目當中 還沒有人參加過奧運 也是因為我們生活 還有我的飲食 還有我的訓練 生活的點滴 幾乎都是為了我的這個奧運夢想 所以大家就稱為我叫鐵人夢想家 我從小鍛鍊游泳 那因為我們家是游泳室家 游泳室也是自己家人開的 所以我從小就跟著泳隊做正規的游泳訓練 我在16歲正式轉煉鐵人三項 那我第一次比鐵人三項 因為我只是看著學長去比 所以我只借了一台淑女車去比賽 那第一次的比賽呢 我在全國的比賽中獲得了12名 那我鍛鍊的游泳也將近了有五六年 從來沒有拿過全國的名次 因此在這一次的比賽中 讓我獲得很大的成就感 所以我告訴自己說 是不是我可以換一下自行車 是不是可以在全國取得前八名的好成績 也在姻緣際會下 有高中來找我去做鐵人三項的訓練 我在梅花舞鐵人三項的比賽中 我在梅花舞鐵人三項的比賽中 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大型的重要比賽 就是全國運動會 在騎乘自行車的時候 我的自行車的煞車 煞車線鬆脫 因此在那場比賽 我是用手然後夾夾器 然後做煞車 那因為那一天比賽的時候 又剛好是下雨 所以我的手幾乎是夾到整個都破皮了 那我覺得這一場比賽算是我自己的疏忽 也是在比賽算是最糗的一次 在高中的時候 要參加我人生第一場的國際賽是之前 在賽前的一個月 然後我腳踝扭傷 翻船之後去醫院檢查出來 他的報告是跟我說我的腳踝骨裂 其實那個時候我出了醫院的時候 我是真的是心情非常難過 而且也有還大哭一場這樣子 我們學校虎尾高中 以及我的隊友 其實都還蠻幫助我的 讓我在這兩個禮拜 傷勢恢復大概有七八成左右 最後我在這一場的比賽中 是獲得了亞洲青少年第五名 也遇到了這樣子的挫折 讓我在就是這一個月 然後去面對這個難題這樣 我練鐵人參加的時候 剛開始爸爸也沒有很認同 也沒有很贊同這樣子 那一直到了現在 爸爸也是現在最熱的 就是說我每一場比賽 他都會默默地來看我比賽 那甚至目前都會在 臉書上或者在跟這個圈子的人 有一些互動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爸爸在 我這一個運動項目當中 其實影響我還蠻大的 因為這個運動如果沒有家人的支持 其實很難就是繼續堅持下去 其實我在還沒接觸鐵人三項之前呢 我人生盲目的的 然後從小就是也不好好唸書 那整天在外面打打鬧鬧的這樣子 不然就是參加一些方派啊 或者是陣頭的一些聚會這樣 所以自從我參加了鐵人三項之後 我更知道說我自己要做什麼 有了運動之後 我更可以在這一個軌道上 然後發洩自己的體能 去追求一個就是正向的一個明確的目標 在青少年時期的時候 因為我的成績非常的好 那因為我們青少年跟精英組 他的比賽距離是不同的 所以其實訓練的一些內容啊 以及身體的那些能力 其實都有一些差異 那我剛開始轉到五一五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一時太心急了 所以就是想要去挑戰學長啊 或者是想要在全國拿到很好的名次這樣子 因此我在大概大學的一兩年 幾乎都是處於一個低潮的狀態 在這當中我其實一直想著說 我可能這一場比完腳踏車就要掛起來了 但是其實我這一句話可能講了兩三年 結果我都還沒有做 這當中除了有教練和隊員的鼓勵之外 最主要背後還有就是 一直默默支持我的贊助廠商 因為他們提供我很多資源跟資金 讓我更無後顧之憂的在這一條鐵人三項這路上 就是一直可以不斷的訓練 我做訓練就是為了要參加世界大賽 所以其實我在每次訓練的時候 如果遇到高強度的時候 我就要告訴自己一定要就是征服自己 因為如果沒有征服自己的話 就沒有辦法征服全世界 以往我都是一個人做訓練 但是現在因為我跟大學的團隊一起做訓練 才知道說原來團隊一起做訓練 真的是氣氛上以及比自己一個人練真的是好很多 我的人生座右銘是曾經輸過和敗過 但我從沒怕過 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不服輸的孩子 所以我不時會告訴自己說 比賽不可能沒有輸 但是只要怕就輸一半 好,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